今年庆祝九九体育节的羽毛球表演赛和往年不同的特色是完全邀请青少年的选手参加 由台湾省和台北市各组成一支青少年代表队举行对抗赛 两队以三组单打,两组双打,五打三胜并胜负 今年比赛结果台湾省代表队四胜一合,台北市代表队四败一合 台湾省最获得胜利